大家好 这期节目我们聊一下与军事装备有关的话题 首先呢我们先聊一个解放军这般的话题 也很有意思 这个事件呢是10月5号发生的 据中国官媒报道呢 中国一名飞行员所驾驶的战机呢 低空遭鸟撞击后在空中停车 战机快速下降 但飞行员37秒内三次规避居民区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他这个报道里头呢 他没有说这个飞机的型号 也没有说是战斗机呢 还是直升机或者是教练机 他都没有说 具体的细节呢 根据解放军报的报道呢 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母旅飞行员王建东 事发前驾机升空 开展对抗空战训练 据这个媒体的描述呀 他在驾机的过程中呢 两道黑影突然迎面飞速闪过 接着砰的一声 机身猛烈一阵 发动机工作出现异常 王建东迅速向指挥员报告 战机撞鸟 指挥员则提醒王建东 注意保持检查发动机工作 中国官方媒体称的话音刚落 座舱内告警声急速响起 飞机推力急剧下降 王建东再次退油门 飞机却没有一点抬头迹象 战机遭鸟撞击时 战机距离地面只有272.7米 不具备场内迫降条件 王建东操控战机 左转以避开市区 并努力保持战机状态 尽可能滑翔的更远 同时紧急搜索空地 战机发动机随后停车 飞机完全失去动力 索性王建东找到并对准水田 让战机坠落 王建东最终降落在一座果园 几位村民发现后呢 将他抬到树荫下 等待救护 这个报道呢 就是这样的 这个报道里头呢 也没有说事发的 这个具体的时间跟地点 也没有提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啊 在这个过程中 弹射座椅有没有把它弹出来 都没有提到 只是说这个战斗机呢 最后呢 对着水田去降落 但是他在果园里被发现 这个就是讲的语言不响呀 那么我们现在没法推断啊 他是不是被弹射座椅弹出来的 那么这个报道呢 被法广转述的时候呢 配了一张照片 但是这个照片呢 我看了以后呢 我咋觉得像是一个老旧的飞机 不像是现在解放军经常说的 什么歼10呀 歼20呀 不像是这种飞机 看着这个飞机特别老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外媒 故意糟蹋解放军呢 但是从这个报道能看来啊 它是有几个情况的 首先第一个 这个飞机是在低空飞行 它只有272米 那么它在这种低空飞行的话 那么这要撞到多大的鸟 才会把飞机撞落呢 按照我们以前看的这个报道啊 这个鸟只有说 撞到发动机里面以后 把发动机的什么叶片弄坏了 飞机可能会出现停车状态 一般呢 撞到这个正面呢 这个还撞不坏 但是这个外媒啊 给它配的这张照片呀 是把这个飞机的前面 这个罩子给撞了个洞 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 从它这个报道的情况来看 它是两道飞行 啪的一下闪过 然后呢 听到咚的一声 然后机身猛烈一震 发动机停车 我从它这个描述看啊 这应该是撞到发动机呢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搞不清楚 也不知道是多大的鸟 对不对 你飞的这么低 能有多大的鸟呢 这个呢 也让人产生了一些怀疑啊 另外呢 中国以前呢 经常报道啊 飞机出现事故以后呢 这个飞行员第一时间 不选择跳伞 而是想把这个飞机开回机场 然后最后不闲了 才选择跳伞 那么我看 这个飞行员呢 也有近似的一个举措 他第一时间没想着 用弹射座椅把它弹出去 而是想呢 规避开这个人群 找一个空地去降落 这个想法倒是挺好的 但是他最后 这个飞机是怎么降落下来的 还是坠下来的呢 还是他被弹射出来的 这个也搞不清楚了 所以这个确实要让人觉得 他这个报道啊 非常混乱 他写成这样子 我想他是不是也想隐瞒一种事实呢 就是他这个飞机 可能质量确实也不行 你想嘛 如果说这么低空飞行 鸟都能撞下来 那真正的在实践上面 那这种情况就多了呀 离地面才是200多米 那随便拿个枪都把它打了 对不对 那还不要说鸟撞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 随便两个鸟就把它弄下来 打仗的时候 对面放上一群鸽子起来 不是把你飞机全撞了 这些事情呢 让人觉得很可笑 就是中国这个解创军的装备呢 这么多年也没有经过战斗的检验 所以他说的很多东西 我们都没法相信 对不对 假如说他是撞了发动机的 那么那个外媒 那个法广给他贴那样一张照片 是啥意思 是不是故意恶心他呢 而且我们平时来看啊 法广还是相对比较客观的 但是他那个照片跟这个文 确实让人没法理解 这个只能说是 让我们产生了一些猜想吧 还有这个共党啊 在搞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奇葩的 昨天江泰公给大家做那期节目 说了那个中印前线 中共的那个秘密大杀器 对不对 那你说那种武器 让一般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 我觉得那种武器啊 在战斗的场所根本没有作用 那个呢 就是说你对付老百姓上访是可以的 或者是你对付学生游行 那个可以 你对着人群喇叭一放 这些人忍受不了就跑了 对不对 因为对方没有办法反击你 但是你在两军的交战的战场 你放喇叭 那都说对方不会发一颗炮弹过来 把你炸了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就觉得很奇葩 他怎么能把一种维稳的思想 放到那个前线去呢 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呢 我看了以后呢 我也有很多这个疑惑吧 所以我把这个稿子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大家还是有充足的智慧的 昨天我说了那个对印度那个大杀气 很多人都提醒我了嘛 那肯定是他看到功夫里面那个 拿那个叫什么 那个女的那种施口功 对不对 我都没想到那个的 大家实际都想到了 这个确实很有意思 那么我们来说 第二个也是有关这个战斗方面的 就是现在的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这个冲突 大概在四五天前吧 江太公出了一期节目 就是介绍了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的这个冲突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看那个 到底是怎么回事起的冲突呢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节目 那么我们在这呢就不重述了 就是我简单的把它这个再讲一下 就是呢 阿塞拜疆呢 跟亚美尼亚呢 是两个国家 安德呢 但是这两个国家呢 信仰不同 阿塞拜疆呢 是突厥人 他们信的是伊斯兰教 他跟土耳其关系比较好 亚美尼亚呢 他是信仰的是基督教 他跟这个俄罗斯 甚至西方一些国家呢 关系比较好 在阿塞拜疆 有个纳卡地区 这个地方呢 是在阿塞拜疆境内 但是里面住的呢 是亚美尼亚人 他们经常想独立 经常想着去跟亚美尼亚呢 合为一个国家 这就是战争的更改 这次的起源呢 也跟这有关系 但是打起来以后呢 现在前方的 没有具体细节的报道 两边呢 也有点像打嘴炮 都是说 我歼灭你了多少东西 你歼灭了我了多少东西 按照我现在啊 就是从各个零碎的消息呢 现在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亚美尼亚这边说呢 他大概歼灭了这个 阿塞拜疆的呢 有100多架坦克 还有几架战斗机 还有什么火炮争地等等 但是阿塞拜疆说的呢 那就更多了 他歼灭了这个亚美尼亚的呢 可能有超过250辆坦克 还有多少这个火炮争地 多少机场 多少雷达等等 那个战果就打得很 但是现在从这个 我们看到的资讯上面来看啊 都是阿塞拜疆这边发的 因为在这次的冲突中呢 阿塞拜疆呢 这次是启用了一个大杀器 是什么呢 就是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 它是查打一体的 就是又能侦察 又能打击 所以它能把实时的画面传回来 所以呢 现在我们在网上看到的 这些画面呢 基本上都是阿塞拜疆这边提供的 这种对对方军事设施的摧毁的画面呢 对亚美尼亚这边人的士气打击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次的这个战斗啊 是不是表现出了一种新的战争形态 现在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它双方的这个战争形态呢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让大家感觉一下 现在这个战场跟很多人想象的呢 已经是大大的不同了 这次战争中呢 就是说呢 阿塞拜疆 它装备了很多无人机 这个是前期大家没有想到的 因为这两个都是小国家 但是我们现在能看来 小国家打仗 后面都有大国的身影 那么在近20年的这个战场发展的演变中呢 无人机的这个作用呢 越来越凸显了 世界上呢 能制造这种无人机的国家呢 实际不多 像美国 像西方的一些国家 中国都能制造无人机 但是位于中东的土耳其 也能制造无人机 而且它这个无人机呢 还有特点 就是质量不高 但是很便宜 效果还不错 它是这种状态 它跟美国跟中国造的这个无人机呢 它在这个上面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就是它的档次明显是比这个低 但是它这个效果不见得差 从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来看啊 土耳其造的这个叫TB2无人机 它的售价呢 只要50万美元 中国生产的翼龙无人机呢 就要售价200万美元 你买你一架 就能买它的四架 它首先是个低成本 况且呢 土耳其呢 它造了无人机以后呢 它就在这个叙利亚的战场上呀 它就不断的试验 这个无人机的效果呢 好像还是可以的 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呢 它把这个无人机呢 在最早的时候 就卖给了这个阿塞拜疆 因为他们是一个 同一族群的人 等于说是同一民族的两个国家吧 一个是大哥 一个是兄弟嘛 两个关系也比较好 所以把好东西呢 就卖给了阿塞拜疆 这个无人机呢 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想的跟我们自己玩的那个一样 拿回去一弄就能怎么样 现在的水平呢 还没有那么高 这种战术无人机呢 也是比较大的 而且一卖呢 它是一套 不是像人们想的去买一架 它这个一套TBI系统呢 包括六个飞行器 就是那个天上飞的飞机 两个地面控制站 然后呢 三个地面数据终端 两个远程视频终端 和地面支持设备组成 这个也不是说是一点点 一买回来也是一堆东西 所以这个无人机 它都要有这个发射基地 它不是像人们想的 拿个卡车一拉 拉到哪个地方 往天上一放 它还不是这样的 那个估计是一种 更小型的无人机 那个呢 不是在这个战场上的 这个战场上的 主要就是TBI无人机 然后这个飞机呢 机长是6.5米 一展呢 12米 最大起飞重量呢 是630公斤 大概呢 能携带呢 55公斤的弹药 就是这样的 它这个弹药不是很大 因为它是定点打击的啊 不需要那种重型的弹药 这就是它的这个特点 在这一次的战斗中呢 亚美尼亚就吃了这个亏 它在这个无人机这一块 它可以说是没有 就没有报道表现出 亚美尼亚这边也装备了无人机 没有这样说的 但是都是说的 阿塞拜疆这边出的无人机 对亚美尼亚的地面军队进行打击 亚美尼亚的地面军队呢 它一般都是额制装备嘛 还不错 包括还有S300防空系统 这些东西它都有 还有那种坚康式毒刺导弹 它都是适合这种野战的 这次呢阿塞拜疆呢 动用了这个大杀技 重创了亚美尼亚的防空导弹 坦克火炮阵地 后勤保障车辆和人员目标 正在上演一场惨不忍睹的屠杀 这是外媒的报道 就是这样描述的 就是在这个打击的过程中呢 亚美尼亚那边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你在野战就打的时候 亚美尼亚的防空部队呢 很多人拿的就是那个 坚康式的导弹 这个导弹呢 只能打到4500米 但是这个无人机呢 它在6000多米的高空 向你发起攻击 你等于说这个导弹 你打不着它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个无人机呢 声音非常小 雷达反尘面也很小 你捕捉不到它 它就可以在你的这个战场上空呀 在这盘旋 然后它看到你的目标以后呢 对你足够进行定点打击 所以你地面的这些坦克 你这些汽车 你这些火炮阵地 等于说都成了别人的火把子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次亚美尼亚是吃了大亏 它这里面还介绍呢 首先TBI的作战飞行高度呢 是6000米 时速呢 是100多公里 可以在战场上空 持续飞行27个小时 所以飞的低 速度慢 雷达反射面积小的空中目标 你肉眼还看不见 声音里也听不着 雷达呢 也捕捉不到 而且呢 它可以挂载呢 22.5公斤 16公斤 和8.5公斤的三种导弹 导弹射程呢 分别为10公里 8公里和6公里 它用这些不同的导弹呢 可以摧毁不同的目标 现在呢 这两军交战的结果呢 让很多军事专家总结了 他是这样说的 无人机要像统治战场呀 并非是越先进越好 而是量越大 成本越低越好 你像他这种无人机的话 他50万的成本 他哪怕就是炸掉你一辆坦克 他这个性价比就回来了 他不害怕 对不对 他加你两辆 他都赚了好几辆 所以这个战斗的损耗成本非常低 所以呢 这个呢 可能就是将来呢 无人机发展的一个趋势吧 大家前面都在搞这个高精尖的 美军呢 也发明了很多这个小的 但是体积很小的那些无人机呢 就是随着这个战士去投放的这种呢 他一般都是侦察无人机 不具备这个打击能力 你像他这种 就具备这种战场打击能力 这次呢 而且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每一个局部战场 每一个局部战场 都是这些大国的武器实验场 他们就在这检验这种武器 检验这种战术 那么中国呢 这个据说吧 一龙无人机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家呢 说是飞龙无人机 也是不错的 就是生产的这个档次呢 就跟美国的那个都能相比 说的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的在战场上的表现怎么样 那么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据说他曾经卖给叙利亚的 被土耳其击落 那个也是很简单的报道 我们看不出来 具体实战开始以后 比方说中印边境开始打仗了 那么中国的无人机 是不是能一下过去 在两三个小时内 把印度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装备 都给别人摧毁呢 对不对 包括他所谓的这些山地师 那么现在可以说 坦克在无人机的打击下 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的 首先坦克不能往天上打吧 对不对 另外你看不着别人呀 别人在天上几千米的高空 离你十公里就给你发导弹了 你咋能防备呢 所以未来呢 可能这个坦克啊 就成了火把子 坦克的作用呢 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大 所以呢 有人就在猜想啊 那你将来的战争 这种低端无人机 它不怕损失嘛 我可以大量的采购嘛 大量的往前线去上 对不对 因为他成本很低啊 他打掉你一辆坦克 他都赚了 对不对 他也不害怕 那么你防空系统呢 你比方说 像这种爱国者呀 S400呀 这样的防空系统 你把它打下来的那个成本 可能比无人机都贵 所以这种形态以后 再推广出去 是不是未来的战争形态 也会发生大大的转变 现在呢 阿塞拜疆跟亚美尼亚 那个战场呢 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个 战争未来的走向吧 好吧 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